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AED Cafe 我是阿迪 以前我们走进咖啡厅的时候 就会想说可以试试看不同的咖啡豆 我们可能会选择两支不同的咖啡豆进行手冲 不过后来我们就越来越长点的是一份手冲 另一份是店家的特色配方 或者是SOE的卡布 之前我们曾经介绍过手冲咖啡的迷人之处 它的使用的豆子的Quality可以比较好去发觉到 用手冲它比较单纯 而且它可以呈现咖啡最原来的风味 单靠它原始的风味就可以呈现 像那么多油花油水果花香这些 像手冲这样长压下冲煮的咖啡浓度 对我们来说是比较适中的 比较容易感受到这支咖啡豆多元的香气以及味道 但是随着越来越多店家提供SOE 以及各种精品品配的义式咖啡 尝试一阵子之后我们发现 义式咖啡更能够凸显豆子的某一个部分的风味 例如我们喝过超像草莓牛奶加上咖啡的拿铁 也喝过根本就像是坚果奶的卡布 再加上不知道为什么 我们最近常常接触到义式咖啡的系统 就让我们很想打开义式咖啡这个盒子 不都是用水萃取咖啡吗 义式咖啡和手冲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不一样 上次我们到夫老板的店里 体验了一轮义式咖啡机 也让我们更了解我们喜欢的卡布奇诺是怎么做出来的 因此有机会跟大家分享一杯完美的卡布奇诺 有哪些不可或许的要素 所以在上次的影片当中 我们有提到萃取义式咖啡的这一步 是需要由高压的热水来通过咖啡粉 这个压力可以说是让义式咖啡 与手冲咖啡完全不同的主要原因 因为压力不一样 所以适合的水量啊 时间啊等等这些参数也都会产生相应的改变 导致义式咖啡机跟手冲喝起来其实不太一样 就算是用同样的咖啡豆 粉量一杯益石咖啡加水稀释和冲煮了一杯手冲咖啡相比之下 虽然会有差不多的浓度 但喝起来就是不一样 这感觉真的是非常的神奇哦 这个应该不会是就我们叫这样的感觉吧 而木木找到了一份看起来研究相当认真的入文 在2013年发表在欧洲食品研究与技术期刊上 这篇入文它针对了九种不同的萃取方式 大致上就可以分为浓缩咖啡 还有一般咖啡 研究它们在香氛物质啊 优质然后咖啡因绿原酸各种化学物质的萃取量 以及咖啡液浓度 也包含了味觉测试 还有跟实验数据的比较 今天我们就来总结一下 意识咖啡跟手冲有什么不同 在化合物分析的部分啊 主要可以分成三个大段落 同样体积的比较 同样一杯的比较 还有同样粉量的比较 大致上就可以理解为是浓度 总量 还有萃取程度的意思 意识咖啡跟手冲之间 除了大家一点就同 就是浓度真的差很多之外 意识跟手冲的萃取程度 也可以观察到有一些差异 我们接触了三个差异比较大的部分 来跟大家一起讨论 首先在一些水游性稍微差一点的物质 像是绿原酸啊 咖啡因 这些都是苦涩感的来源哦 意识咖啡的萃取量 其实比手冲咖啡还要少一点 所以听起来好像是手冲咖啡 还会比意识咖啡更苦 但相信大部分人 包含我们两个自己 我们都不是这样觉得的 针对萃取量的解释是 因为意识咖啡是用了更少的水 和时间 所以能够萃取出来的 那些水游性比较差的物质 也就会少一点 不过当我们把浓度也考虑进去的时候 虽然意识咖啡萃取量比较少 可是它浓度爆炸高啊 所以在味觉上震撼程度 也是令人难以承受 第二个原因是店家在冲煮意识咖啡 与手冲的时候 用的豆子通常会不一样 普遍来说意识咖啡的咖啡豆 会再深一点 所以也比较容易带有苦味 再来还有可能性 就是我们自己喜欢的手冲冲法 通常会刻意避开苦味 所以当然不会觉得手冲比较苦 意识咖啡跟手冲还有差在香气 香气通常是一些挥发性的物质 这样我们才能够经由嗅觉去侦测到 在这篇论文中它是检测了所有挥发物的总量 那它鉴定出来有100多种化合物 里面有38种是已知的香氛物质 手冲萃取出来的挥发性香味物质是比较多的 虽然浓度比较低 我们觉得这也蛮符合我们自己的体验 因为常常可以在手冲咖啡 闻到像是水果啊之类的香气 而在意识咖啡中通常是味道比香气更强烈 最后就是大家常常在说 但是各自表出的body 而且我的body常常跟大家感觉到的都不一样 所以阿迪这部分就靠你咯 body跟TDS脂肪酸的含量都有一定的关系 而意识咖啡的确是可以稍稍的提升脂肪酸的萃取程度 再加上意识咖啡的浓郁感 让意识咖啡的body会比受虫的还要多 好啦说到body 那大家来猜猜看所有的充足方式当中 哪一个的body浓度爆炸高呢 我们自己看的当下是没有想到 但是看到答案之后也是觉得超级合理的 那我们就把答案放在片尾咯 记得看到最后啊 这篇论文呢也有做味觉上的评分 虽然意识咖啡的强度都高上很多 但还是可以观察到一些趋势 也与实验结果算是可以互相对照 长鸭冲煮下呢比较像是水果啊 香气、甜度感都比意识更好 普遍来说呢也更为均衡 而意识咖啡着重在body感以及苦味 还有浓郁适合加牛奶的这个部分 对你来说你比较喜欢手冲咖啡还是拿甜呢 还是你更喜欢意识咖啡呢 欢迎在底下留言跟我们分享哦 好啦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 请点个喜欢并且分享给你的朋友们 这个频道还会有更多元的咖啡内容 在每周三中午以及周日晚间发布 因此不要忘记订阅AD咖啡的频道 并且打开小铃铛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在所有的冲组方式当中 哪一个的body浓度爆炸高呢 和尽量关系 我们下期见 再来点击